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開始帶您來關心 在高雄發生了銀行搶案 有一名穿著外送員制服的男子 他頭戴全罩式的安全帽 在下午三點半左右 他闖入了橋頭區 成功南路的三信銀行 他一手持槍 一手持辣椒水 噴了保全人員辣椒水之後 還威嚇櫃台的人員 當場搶走了5萬元現金逃逸 目前歹徒駕車逃逸 警方也成立了專案小組 全力追棄當中 穿著外送員制服 戴著全罩安全帽 男子闖入銀行 一手持槍 另外一手拿著辣椒水 大喊搶劫 還用辣椒水噴保全 外送員搶銀行 畫面全曝光 下午三點多 一輛黑色自小客 副駕駛座跳下外送員 拿著包包衝進銀行 搶案地點就在橋頭的三信銀行 外送員下車後 對著保全噴辣椒水闖入 下午3點31分進入搶前 短短一分鐘就閃人 得手5萬塊 再駕車逃逸 鐵門要關下來的時候進去的 所以它好像速度還滿快就出來了 進去之後 它是直接就先噴辣椒水這樣 航員驚魂未定 因為銀行鐵門當時已經拉下了 瞬間竄進搶匪 是不是故意穿著外送員制服 眼人耳目 還是真的有持槍搶劫 警方以車追人追氣中 疑似是一把槍的東西放在櫃檯 然後一手搶走這樣的錢就離開 目前警方鎖定一人犯案 但車上還有沒有共犯 還在追查 外送員變成銀行搶匪 一樣網友狂酸 是不是搶不到單 變成搶銀行 簡松配程黃世雲高雄報導